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上半年受到车用晶片短缺及肺炎疫情影响 整体车市销售量下滑 今年面临挑战也不小 预估市场上半年度因为整车生产短缺 可能会影响销售动能 受全球性车用晶片公命短缺的影响 预估总市场持续面临整车公命不足问题 但本公司仍会持续努力 维持稳健营物发展 晶片的问题目前还是持续 那另外一个就是原物料 包括铁 铝 这些金属 目前都一直在涨价 所以成本的压力确实是相当大的 六月新车挂牌数也不乐观 创2010年以来同期新低 玉日车的Nissan年减了55% HONDA也衰退了六成 要提升民众消费信心 解封与否仍是销售的关键 三立新闻于城湖吕裴军台北采访报导